是不是代表人物呢 不是 我特愿意 你层次一点都不低 但是呢 我亲伤低 智商更低 你有一次接受采访说的话呢 很多这个网友啊 有共鸣 因为这跟他们在职场里的 这个一些体验呢 或者说他们这个困扰啊 能相关 为什么呢 就原来柯兰 这不是我们同事吗 都是电视台凤凰的那个主持人 后来呢 我们不敢出去啊 他敢 他跑了 对吧 后来呢 他有一次接受采访 那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觉得当主持人呢 碰见的人呢 有点 怎么说呢 你原话怎么说呢 就是我经常碰见一些 就睁眼睛说假话 我还得必须得捧着他 忽悠着他 然后忽悠着观众 做这样的工作 我干够了 我不愿意跟这帮人打交道 说得太好了 我也是特犯这种事 你要不知道也就罢了 你又不啥 你知道你内心很痛苦 没错 是这种 那行 我就习惑感觉 不是 你要钱 我原来当过主持人 当过半年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 还访过我一回 对 他那半年访过我 对对对 然后但是 马尔夫帅里面最靠谱的 也访了一堆奇奇怪怪的那种 一看就是 骗子的人 骗子的人 捧着压 他说他的就是什么 真的有人说自己 就是这个一百年后自己的能和梵高提名之类的 那这种怎么怎么反应啊 我作为主持人 就是沉默鼓掌 卫星为他鼓掌 就你没法驳他怎么办 一般有经验的人会怎么办 我呀 你遇到这种怎么办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就是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就说什么呢 有句话叫惯于做小伏迪的性 我觉得呀 这挺逗的 你就 比如说 换一个角度 觉得他可爱 不是 好多人呢 就是说我 越发激发对方说蠢话 说我经常装傻 说装无知 是吧 其实我心里说装无知总得装有知强啊 对吧 而且是真无知 我是说呀 这个人跟人说话呀 你若他就强 有的时候啊 你得敏感的感触到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啊 我自己感觉就中国古代文化里讲一种叫手镯 藏镯 挺有道理的 你比如咱们这一桌人吃饭 你发现没有 要来一个喷子特能砍的 人家有些真的很有水平的人呢 或者是什么 你有个说话强势的 你就把别人抑制了 别人自然就少说话 那就听你说吧 所以呢 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人聊天的时候啊 你 你知道 你也得装着傻 真的吗 我不信 因为你发现人的心里 他咄嗦 你知道吗 甚至有的时候 哎 有人就说你 你你你就是说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其实主持人有什么观点呢 就是你说左 我就说右 你说右 我就说左 但是你发现人在这个时候啊 你观察人有意思 我就觉得 我把他伺候舒服了 你比如说 他要是这个 非常自信 你就要让他更自信 是吗 一百年之后 您就是凡高啊 那您的艺术主张是什么呀 他这个人 哎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 他就彻底喷了 对 他能表现的最 达到他人生的巅峰 对 他真是个好主持人 他对确是 他有这个情商 他比较会聊天 是是是 聊天是你很难的 没没没 这给我拿我打产了 对对对 就是绝对艺术家 尤其主持人聊天 是个很难的事 坐一腔腔三人行 我我原来做节目 一要崩溃啊 我我没办法 我又不能拜佛去 我就想 你应该 找了一片点的 四千多集 他都没崩溃 我这好几百集 早着呢 我我真的 录节目综合症 绝对从内心不高兴 就突然就觉得 马上要录节目了 然后心里就开始低落 我特别 对是吧 我想到明天这几个人 要跟他们聊天 然后呢 这节目 一说 就是完了 而且是 这个月的任务都完了 一下就特高兴 马上内心就高兴 所以 我就吃那个 抗抑郁的药了 百忧解 有吗 百忧解 对 他也就是 说不上来的那种 那种 就是 你又必须上去 你没有办法 就等于说 所有人都在舞台底下 做好了 该你上场了 你这会儿 大退堂鼓也不可能 就咬着牙上去 其实上去就做好了 上去也就没事了 但是还是心里不愉快 而且另外有一点吧 就是来者皆是客 你必须要有这个职业操守 就是你得捧着人家说话 就像门涛说 哎哎 你说的对 哎呦 说说你的艺术主张话 什么 其实心里想说 什么主张 十六个字都骂出来了 所有就是 康熙字典 能骂人 都得去查一查 还真不是 你看啊 这就是个性 你说你是有主见的人 你心里会对人啊 有这个判断 我呢就发现呢 我要是听一个人说话 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 就有点像一个谁啊 那个阿诚老师曾经说啊 他说啊 他说看书啊 第一遍 他就叫速读 他说你看这第一遍的时候啊 心里没有任何成见 就是说 你就真的 就是看看他怎么说 我有时候是什么呢 我要觉得你说的不靠谱啊 是咱们完成了之后 我回头想想 都得不合理八道 但是呢 说实在的 我在当时听的时候啊 我好有兴趣 你特可爱 这我就觉得 真是特可爱 就是我 你就真的变个小孩一样 你就 你就具备了专业的 陪人聊天主持人的素质 是是是 真的 这也是一种艺术 我要是不愿意听了 包括 在你的节目里 我看过观众写的信啊 就那个写那个 那个回帖啊 说一看马老师 就快翻脸了 就是因为我对面 有的人说的话 不贴谱嘛 我又不愿意吵起来 对不对 因为原来 这个其实做节目 吵起来是最好看 你要是咱们做 咱们四个人吵不了价 因为你们都太漂亮了 我都抱不住 这个聊天 聊天 说了您的艺术主张 对 这个 这个 这个有时候是 节目吵起来好看 如果它是一个 就强强强强强行 它祖宗 我们两个人 我曾经跟一个人做节目 那人好多年前呢 那主持人说啊 说做节目是这样的 这节目不是太真啊 有点 有点戒人口感 有点假 对 你们俩呢 观点不能一致了 我说我明白 我就跟对面那个人说 我说 你先说 你不管怎么说 我都会呛着你说 我说我不是对着你 是为了节目 说好 然后他就开始 那天谈论爱情 很有意思 然后那人上来 就抛出一观点 就说爱情一定是双方的嘛 是吧 双方才是爱情 说了一大套 你说一样的 不是你听着 我马上上来 我说那不一定 我说我单恋着 邻家女孩 你不能说我不是爱情 对不对 这是单方的嘛 跟他没关系 让人家愣着我看看 说 吼吼吼 你说的对 光着节目 那个组织人说停 这节目怎么往下录 你们俩会顺一边 然后我说 我是呛着他来说来着 对吧 对方那个人没有经验 他不会坚持自个的观点 他突然说你对 这就是这个节目中 那都是好人 不坚持自己的观点 对 其实我现在觉得 就是第一个 是就是无穷无尽的好奇心 其实什么人都可以 对他有好奇 你刚才说了 要保持一个好奇心 你知道保持一个好奇心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这是我不好奇 我一点都不好奇 你凭什么让我好奇 对不对 你那好奇心 你不管你是装的 还是干什么 你让别人感觉是真的 我看得见 咱俩做节目没少做 你有时候就是 那好奇心就是装的 还有一点 你说的有道理 就是一种 你被人过错 对 这叫 的确也是爱情 这叫职业 对对对 这叫职业的好奇心 我跟你讲 就是说 说的好 说的高级了 比如说咱们要去 做这节目之前 我一点都不想去 但只要坐那了 柯兰坐对面了 你说什么 我都特想知道 我现在要说 他是真的 这节目的类型 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是有话题性的 你明明知道 你平时在装 但是话题能够暴露它 所以这个节目 你主持起来比较有趣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一对一的主持的话 他那些官话套话 说了一万遍 他这次又来跟着我说了 这真的是 我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对对对 对 咱们就别互相吹捧 但我 我是说 本来是说 柯兰的这个事啊 他提起来的一个话题啊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时候经常在工作当中啊 跟你合作的人当中啊 有没有让你不能忍受的事 比方说 甚至有人说 就说这个猪队友 你完全不能接受他 你该怎么办 你比如像马爷这个 或者说是我就是管事的 是吧 我可以吵了你 或者说呢 我像柯兰这样的 是吧 这个这个 姐姐不伺候了 走了 但是呢 大部分人 我现在就发现网上啊 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 是不是经常又说 就我碰见我这同事 这么傻 这么蠢 但是我又不能摆脱他 我该怎么办 就我觉得好多人 其实他们就是 预设别人是蠢的 我觉得这点本身 其实就挺愚蠢的呀 就你怎么知道 这个你在别人眼中 不是猪队友呢 所以我觉得 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其实本身 就没有反省能力吧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猪队友 我在职场上 绝对是猪队友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表现出 你是猪队友 就是比如说一件事情 我本来不太愿意做 然后呢 我也是出于讨好 我就哎 好啊 没问题答应下来 然后结果 最后就变成鸵鸟 就躲着 联系不上我 我就经常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别人肯定骂死我了 对啊 我就是猪队友啊 你这种立场 还是属于这个 人道主义立场 我不负责任啊 不是 我跟你说 就说这个 这个不靠谱的 那是超出你的 你的预料 你比如说 我跟你举例子 我想马爷 应该碰见过吧 就是说 好比 曾经有个公司 你比如过 过安排一个司机 这个监助理 好 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上总有你不能忍受的 不能忍受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我怀疑 人是不平等的 某些人天生 也许 是不是有点 你比如说 给我安排这个 这个司机监助理 好 开我的车 第一天 修车修了八千块钱 就是 胡同后边 有一个起来了杠子 他第一次开动过车 光机撞了后边了 这无所谓 我跟你说 奇葩的是什么 他给我开了一年的车 给我开了一年的车 然后呢 有一次快过春节了 我老家回石家庄 回石家庄呢 就他开着车回石家庄 然后回北京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正碰见 一个什么日子 北京那个设卡 要查 大概就是在那个 六环外的查 然后呢 就给个 这哥们一看前面是警察 突然想起来了 哎呦 我没带驾照 我 我说你跟我去石 开车去石家庄 住了一天 回北京 你更没带驾照 你是我的这个司机啊 我没带驾照 好 那怎么办 他说你带驾照了吗 我说我带驾照了 咱们赶快换一下 你知道他这个 那警察就在前面 一百米处啊 我正往前 我在工作 我正往前爬的 但是那车快到跟前了 以后那警察还看见我了 说呦 豆哥 我正常 赶快坐回去啊 这没办法 当然你那么也不对啊 说这个 但是警察说 一查 就是说 哎 你怎么着 没带驾照 一开始呢 这个警察呢 还安慰我 就是说 哎 说那个 豆哥没事 就罚了该罚的款 对吧 你这个以后注意 就行了 说你 你还跟我进 进小屋去一趟 后来进小屋 半天没出来啊 过了一会儿的 他没出来 警察出来了 说豆哥 这个我们不能让他走啊 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在电脑上一查呀 他这个驾照啊 一年半以前就被吊销了 他一直就没补办 他给我开了一年 就瞒着你 这家这么热 他不是瞒着我 他不知道被吊销了 他就是世界上 他不可能被吊销 你肯定是知道的 我跟你说啊 世界上就真有这种糊涂人 就是你任何一天问他 他身份证 或者是什么驾照 或者是信用卡 肯定有一样是属于丢失的状态 就这么一人 然后好 最后你这怎么办 就麻烦了 就是说这警察就训斥一顿 说这本来我们就要把人留下的 你绝对不能够这样的 好 因为他给我开了很长时间车 我去的有些地方 只有他认路 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 我给他开了两个月的车 就是因为只有他认路 所以呢 我跟着 他在后座坐着 往左拐 往右拐 我说我是你的助理 是吗 你是我的助理 你们碰见过没有 我就 他们说这双猪队友 真有这样的人 有些人就糊涂的丢三落四 粗心大意 能到惊人的程度 你们没碰见过吗 我其实刚才说那个 这种人很多 对 这种人很多 方楼刚才说呀 就预设别人是蠢人的人 这是谁的预设 这个人是我 而且我为此付出代价 我觉得所有的 我刚才说的这个蠢人和猪队友吧 我们会为自己的言论要付出代价 我说的蠢人是什么人 就是完全在装聪明 觉得他那些小聪明 别人看不到 我能骗你一下 我能糊弄你一下 其实我对方看得清清楚楚 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蠢人 而不是说我真的就是笨 真的就是笨 有的时候你根本就避无可避 他人生当中真的是一个课题 真的 怎么解这个课题 你碰到这样的猪队友 你想避开是吗 行 你避开 会有避开之后 你要承担的责任 你若不避开 就像你碰上了 你也要负担 之后为他开车两个月 就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要付出代价 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事情 我认为是猪队友 行我走了 我不干了 我不干主持人了 我去当演员了 非常低的片酬 从头开始 劳动妇女 撅而屁股 坑之坑之 就开始干活了 这个也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而今时今日 你看我在演戏的时候 我不会碰到猪队友吗 不可能 对 最容易碰到 这无所不在 讲讲讲有什么奇葩 有什么奇葩 各种奇葩都有 一堆业余人都有 而且现在你要知道 有一些演员的片酬特别高 但是基础的工作人员 工资一点都没改变 而且他们是最辛苦的 每天他们工作 起码14个小时 演员可能工作12个小时 14个小时的工作人员 而且这个行是没有门槛的 你知道吗 我就挣这个包吃包住 三千四千块钱一个月 我永远都在换 所以道具组 服装组 或者什么永远都是换新人 他没有责任感 比如导演的时候 把你炒鱿鱼炒了 得 接戏的事谁来负责 一片混乱 所以你就逼着你现在演员 还得记着接戏的服装 或者怎么着怎么着 都得你干呀 而且如果碰见一些什么 这种演员 如果不是非常的职业 那不是你也得承受着吗 这不就猪队友吗 甚至一些导演 都非常的不专业 业余的一塌糊涂 导演业余 能业余出什么幺蛾子来 当然可以 灯光摄影 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是摄影老大说了算 他怎么想 怎么玩 就是怎么一回事 这戏是摄影决定的 对呀 我最后那个剪接 我也不会 什么都不会 我就是可以吃吃喝喝 其他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挂一个导演的名 这不是大有人在 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现场你是导演 我还得尊重你是导演 但我可以不搭理你 我不跟你发生冲突 然后做好你自己本职工作 掉头就走 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方法 跟原来不太一样 影视剧这个行业发展太快 那不懂专业的人有的是 太多了 而且还装的 越是不懂了 越是说自己 怎么着怎么着 我碰到一个演员 他就跟我说具体的事 他就说他拍戏 突然那说导演还没喊听 摄影喊听 说听什么呀 说焦剧老不实 说焦剧老不停的题词 没有人再去背了 因为认误繁重 你要要求他背 背台词是个功夫 不能说都是这样 不当然不是都是这样 我们这玩意还是认真身的 有特别认真的 因为我认真是演员多嘛 他认真的人 他就会骂这个事嘛 他骂 那有的人呢 是因为现在接戏多 来了就这么会儿功夫 有的人来了以后问什么戏 那导演有的居然跟人说 你现在注意情绪就行 词后配 词后配 而且还有导演都不看剧本了 前一后果都不知道的 他怎么弄呢 这怎么弄呢 他一样弄啊 那怎么弄呢 他看现场就 因为我这头发翘起来了 停 要演导演了 这头发给我梳一梳啊 这头发不行 我演这戏呢 重场戏 我前一后果清清楚 导演说我的头发不行 你说这怎么办 所以别都是重视之地 说小鲜肉 谁给小鲜肉的钱 谁在小鲜肉上 真正能得到利益最大化 说 说 方刚你现在就是 我们四个人当中的小鲜肉 对 刚才说导演 我想到一个也是朱队 当时看朱天文写 这个侯孝贤嘛 他拍一场这个剪辫子的戏 是养的 这个演员养的真的辫子 几百个人 然后齐刷刷的剪辫子 只能拍一条 然后呢 就准备这个演了 然后各个这个 摄影机也开始了 然后正在剪的那一下 然后这个旁边这个记者 觉得这一幕太震撼了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闪光灯 然后整场戏就不能用 就这种我觉得是 这是典型的朱队 我告诉你 经常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 现在就是剧照师 也是一堆热血青年 他们不懂啊 不懂来之前 没有人教他们规矩 就是我现在说 我不想骂小鲜肉 为什么 你们这些大人 为什么不教他们规矩 我们那时候 我住行都没那么先了 但是是有老师们教我规矩的 我们在拍戏 经常这边就有一个剧照师 咔嚓咔嚓咔嚓在那拍 这戏怎么 等我 是剧照重要 还是演戏重要 你说 他说这个规矩啊 真的 我现在是觉得就是 我过去 你知道就是 不当头的时候 比如说只当一个主持人 特简单 快乐 我脾气多 我在那个 我们公司是有名的 我20年工作 没跟人红过脸 那些甚至有的经理就说 说文章脾气好 从来没见过他跟人那个生活气 但是今年以来 从做这个圆周派以来 我又不是 为什么 就是 我怎么老是按不住这个屁股我 我骂了好几次人了 你就光这几天 我觉得是不是更年期 还是什么 不是 是因为你知道吗 你开始负责这摊事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有些 这个不靠 我跟你说 甭说那个什么情商啊 那个什么什么 这那个的 就是你知道 因为一个人的不靠谱 全对的劳动啊 瞬间化为乌有 你那 你比如举例子 就说啊 我们那天要落了一个节目 对吧 但这个节目很重要 就是讲宣传纪律的 谁都不能透露 对吧 谁都不能 就是要播出钱 谁都不能讲 但是你知道吗 就这个有些人呢 他就要是那种 爱炫呢 爱跟人 我就发现有些年轻人 怎么能骂 那天我就骂他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 怕发朋友圈啊 剪个片子吧 把没播出的一个东西 哎 给播就来了 你看你看你看 我说这说了有用吗 怎么一点都没规矩啊 你一个人不靠谱 我们大家伙这么大费劲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挫火呀 就为什么一定要挫 但我还想说 这不赖他赖你啊 你一开始 你就没有把规矩说清楚 说了两遍 你知道这个 所以我现在真的发现 我一接触社会 我发现这世界上 人真的 你到这会儿才接触社会 你先接触了两遍 不是 我认为有些人啊 真是蠢到我不能理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事 我又想起我爸了 我爸一辈子 就老跟我们来这个 说你看看 你看看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 文涛你老了 对 我怎么现在发现 都给我说中了呢 我跟你说了两次 怎么你就还在 这事上舍了呢 你们都没听发现 人的嘟嘟 他早就说过了 他心里就说了 都已经累了 这种事是这样啊 就是你生活中 如果你有决策权的时候 这是最痛苦的时候 权力是个很痛苦的事 你要雍正皇上当了皇上 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 叫唯一君难 就是你们别以为你们难 我比你们还难 是吧 那么 那么怎么去管理呢 心眼好的人都管理不了人 是的 透着咱俩亲人好 这太虚伪了 忘了 忘了 他说你在家半个月 就接我这一趟 你再忘了 我就竟碰这种人 说你干嘛呢 你知道他说干嘛呢 打游戏呢 这不一打游戏 彻底忘了吗 但这也是个老实人 说这忘了 你接老板 你再怎么编 你也编不出来了 说呀 家里谁生病了 那不行了 那你得老在老板 下飞机的时候 先接到一个短信 这叫你没忘 老板在下了飞机 给你打电话呢 你还在屋里玩游戏呢 好 谢谢 老板跟我说什么呢 说当时他就 气得他一怒之下 说给他开了算了 说我给你啊 最后一次机会 你知道这是什么代价吗 就是这司机 大概在一礼拜之内 给他那奔驰撞的西巴兰 然后他就跟我说 犯坏 不是犯坏 他人还伤了哪 不是故意 肯定这人就乱了 乱了乱了 他就说 你发现这个人不行的时候 就你这 这算队友吗 这不能算队友 也能算猪队友 是吧 不行了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 你不解决 后面就是他 你自己惩罚你自己了 对 所以你要不是老板呢 你要是平等的同事呢 要跟你工作对接的 老是这么一人 那就是柯兰的选择 我闪你圆点吧 但是我现在你看 我还是说 这是原来的选择 那时候年轻 现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 你就想要么绕开 要不然就就事论事 就凑乎了 只是说这事 但是我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是屏蔽 我有一个功能 就我不喜欢你这人吧 我完全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 我真有这本事 我视而不见 直接走过去 你有这本事 比如我跟你说一个 当然这个 我幸好 我最后是救了这个妹妹 你知道吗 也是方舟这么大小年龄的 而且一定年轻貌美 所以你救了 不难看 我就跟你说 签合约 做广告 是给我钱的 你明白吗 最后拿合约 他们公司盖章签了字 他送到酒店来 让我签 你说我要不说 咱们这高级 人格去高级 我最后看看 我看最后 我说这个钱 多一个零 哇 那你玩下的 我说咱俩照这签 可就是这么多钱了 多十倍啊 我就是说这种马达哈 方舟你说 是不是 就是说人年轻 就容易毛躁呢 我觉得一更容易毛躁 然后我觉得 我其实不害怕 这种马达哈 或者是有点不靠谱的 因为我觉得 那你就忍就行了 我觉得我害怕 遇到那种 工作中遇到情绪 不太稳定的 或者是很容易 就发脾气的那种 我觉得我挺害怕的 你碰见过 有人跟你发脾气的 没有 不是跟我发脾气 我当时跟克兰姐 一起录节目嘛 他就是有这个 作家写东西 然后演员来演 然后那个 因为作家写东西 压力确实特别大 他经常就写不出来嘛 写不出来 然后有一个作家 他就写不出来 然后他们摄像机 拍了半天 拍了一个小时 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然后这个摄影摄像师 大概就嘟囔了一句说 哎呀 这没什么好拍的 然后就撤了 作家不高兴 晚上闹到两三点钟 让这个摄影师 和所有工作人员 在操场上跑圈 就是四五圈的跑 这哪个牛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 然后我还记得你们这帮 就全都是去劝他 所有的就是要去劝他 然后因为第二天好像也是五六点钟 就要开始拍了嘛 然后都闹到两三点钟 然后走啊 不露了呀 走啊什么的 那这种就大家所有人去劝 这种我觉得比马大嗨要恐怖 就是不仅是耽误事的 我跟你讲 就是所以这方舟讲的 咱这个话题都会来啊 就是说啊 你还不能歧视那些那个什么呢 一些素质不高的人 因为 情绪不稳定 你不能说素质不高 不是 就他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有碰见猪队友 或者说碰见这个蠢货 反过来想 会不会我们 也是猪队友 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绪 我一定是 说出证据了 证据 我情商特别低 如果碰见一个人特别不靠谱 剑组大概是就是已经开始进入拍摄状况 我觉得这人特别不靠谱 而且没事什么约合